小丑在威尼斯电影节得了金师奖,改写了曼改题材电影《从未问顶国际电影节》的历史。 评委会给小丑的评价很高,小丑的主角不是人,而是整个社会系统,不仅是关于美国,也是关于全世界。 小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靠杰昆·菲尼克斯,内外建修的演技撑起了整部片子。 他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演员,这是经常用来形容杰昆·菲尼克斯的一句话。 现实中杰昆患有非常严重的焦虑症,他讨厌采访,讨厌聚光灯,甚至讨厌得奖,他也不限于奖项和荣誉。 他甚至说过,奥斯卡金像奖是我吃过最难吃的胡萝卜,我一生都不想再吃那个胡萝卜。 虽然事后他为他的言论道歉,但是好莱坞从来不相信道歉。 现在他演了小丑,已经被公认是下一个影帝,不知道他愿意吃下那个不想吃的胡萝卜吗? 总之,杰昆在好莱坞显能有些异类。 杰昆·菲尼克斯的母亲是一位犹太人,在一次旅途中搭车认识了杰昆的父亲,他们都喜欢旅行,喜欢在路上的感觉。 杰昆出生于1974年,在五个兄弟姐妹中,他排行第三。 母亲虽然是一个犹太人,但信耶稣,夫妻俩曾经加入过一个邪教组织,叫上帝之子,而且开始了在南美的宣教旅行生活。 这个邪校的头目叫大卫伯格·David Burke,他表面上宣扬自由恋爱,宣扬健康的基督徒生活,其实对教徒,尤其对孩子,进行洗脑和虐待。 杰昆父母意识到这一点后,果断地带着五个孩子离开这个组织,举家搬回美国洛杉矶定居。 从此,他们改姓凤凤凰,取得是凤凰涅槃重新开始之意。 大约在这段时间,杰昆给自己起名字叫Leaf,叶子,因为他们家的孩子的名字都跟大自然有关,比如River,小河,Summer,夏天,Rain,雨。 他希望自己也有一个与大自然相关的名字。 他们家的孩子都具表演天赋,兄弟姐妹都在不同的电视节目里表演过。 叶子第一次出镜只有八岁,他和明星哥哥瑞凡·菲尼克斯一同客串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电视剧《七兄弟》。 叶子是他作为童星使用的名字,直到十五岁时他才改回结婚。 邪教组织的经历对结婚的影响可能并不大,毕竟他们家离开这个邪教组织时,他只有三岁,但是对哥哥的影响很大。 1993年,23岁的哥哥瑞凡因药物过量去世,有人猜测他的死与这个童年经历有关。 因为哥哥曾经对媒体表示,他小时候在那个邪教组织受过性侵。 瑞凡年仅十六岁就靠着电影《伴我同行》站露头角,21岁因主演《我自己的爱达河》拿下了威尼斯影帝。 在1994年,阳光灿烂的日子的下雨之前,瑞凡曾一度是史上最年轻的威尼斯影帝。 哥哥的死和邪教的经历都是杰坤不愿意谈的,哥哥死的时候,19岁的杰坤就在哥哥身边,是他打电话给911求救,但是无法挽回哥哥的生命。 杰坤说,我永远无法理解这种失去,我只能慢慢接受他已经离开的事实。 至于邪教的经历,他说,我希望大家能看到我父母加入这个组织的初衷是好的,他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好的社区生活。 后来当他们意识到这是个邪教组织后,立刻就离开了。 如果你们看不到这一点,这对我父母不公平。 哥哥死后,杰坤也从公众的事宜里消失了一段时间。 1995年回来后,他拍了一系列片子《褒贬不一》。 真正的《转折点》出现在2000年,杰坤出演了电影《决斗史》。 《决斗史》让27岁的杰坤的演技得到了公认。 之后他出演了《鹅毛笔》、《蛮牛战士》、《天照》、《烈火雄星》和《卢旺达饭店》等一系列电影。 不管电影的整体表现如何,杰坤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。 杰坤说,自己并不是那种懂表演技术的演员。 他是那种本能型的演员。 他对角色的理解不是来自文本和资料的提取,而是身体本能的一种感受。 2005年,杰坤出演传奇歌手约翰尼卡什的传记片《与歌同行》。 就外形条件来说,杰坤并不是扮演这个人物的最佳人选。 杰坤·菲尼克斯为了成为约翰尼卡什,开始酗酒。 因为约翰尼卡什酗酒,以至于拍摄结束后,杰坤还处于一种混乱孤独的状态。 不得不参加借酒互助会。 杰坤并不避讳谈论为了演好约翰尼卡什而酒精上瘾的事情。 他说,对我来说这无关于酒精,而关乎于真实。 我想弄明白这东西对人身体的具体影响。 当我感受到真实时,这就是作为一个演员,最为可观的报酬。 但是,拍摄结束了,我才反应过来,我早就没有属于自己的正常了。 这就是杰坤为表演艺术付出的代价。 2008年杰坤·菲尼克斯突然宣布虚印,之后投身于音乐事业。 一信完嘻哈音乐,而那时他正处于演艺事业的黄金时期。 所以这一消息非常让人恶然和惋惜,更让人惋惜和恶然的是他成为歌手后的表现。 杰坤·菲尼克斯放弃了形象,让身材自由发展,胡子拉差,随着形象一起改变的,还有他的性格。 以前的杰坤·菲尼克斯低调而有礼貌,自从他进入嘻哈圈之后,他变得愤怒,无力,而且和歌迷互怼。 比如台下的观众如果虚他,他会停下说唱,直接对观众怼道,你们难道不知道转行是一件多难的事情吗?你们凭什么虚我? 2009年初,杰坤·菲尼克斯上了著名主持人《大卫·莱特曼》的节目,结果杰坤在节目上失礼的表现,成为2009年度最大的笑话,让圈内人从年初一直嘲笑到年尾。 总之那两年杰坤的形象就是一个笑话。 但是杰坤很快出了一部纪录片,名为《我神在这里》,以纪录片的方式记录下一个名人的解体。 这部纪录片在64届威尼斯电影节首映,还拿下了当年的传记电影奖。 然后制作方就宣布,《我神在这里》其实是一部伪纪录片。 原来杰坤的一番胡闹都是他的行为艺术,都为了拍摄这部伪纪录片。 原来杰坤将自己也作为一个角色来演了两年。 而在杰坤菲尼克斯拍摄这部纪录片的两年里,他所遭受的与小丑所遭受的有几分相似。 鄙视、不解、嘲笑、谩骂,终为所有的一切都针对他。 而没有人愿意理解他。 所有人看待他就像在看一个小丑。 冥冥之中,这一切似乎都为他出演目前人生演艺生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——小丑做准备。 小丑形象原本出自于DC系列漫画,和傻白甜拯救世界的漫威宇宙不同。 DC一贯已按黑生克而出名。 小丑这个角色邪恶迷人,他甚至不像一个人,像是邪恶的集合体,成为了一个彻底的文化符号,代表着道德、秩序的反面。 这样一个角色,各路戏谷都想挑战。 希斯莱杰在克里斯托弗·诺兰之道的《蝙蝠侠黑暗骑士》中的小丑形象,被公认为最佳小丑版本。 甚至出现希斯莱杰后再无小丑这样的断言,可像杰坤要挑战这个角色的难度有多大。 有人问杰坤,小丑这个角色的魅力到底在哪里? 杰坤说,这个角色邪恶,但他却自由。 亚瑟非常内向,他缺乏安全感,自卑,紧张,不断压抑自己的感情。 但小丑是一个绝对自由的人,我们一直压抑自己,但小丑却能跳出社会制度的规范,所以他吸引人。 其实有些东西一直都在我们身体里面,而这部分是受到抑制的,因为它是不被理解的。 我们为了融入大众,我们会压制住它。 杰坤是在说小丑,却又更像在说自己。 他看起来也像是陷入到了某种困境里。 他说,我觉得我被关在了自己的性格监狱里。 为了掩活小丑这个角色,他阅读了大量有关刺客和病态心理学方面的书籍。 每天晚上,他都会跟导演探讨这个角色到深夜,睡四个小时后,他们又在现场继续推敲这个角色。 而且杰坤为这个角色疯狂减重46斤,减到瘦骨灵蚀,减到身体畸形扭曲。 杰坤在小丑中的演技再次炸裂,他已经不是在演了,而是让体内一些本质的东西流出来,而是让自己成为小丑。 杰坤·菲尼克斯说,我即小丑。 杰坤扮演的小丑大概是这些年漫威DC所有电影里神性波西最深刻的一个角色,杰坤也成为公认的下一届影帝。 然而他并不是第一次为角色减肥,他在电影《莫达拉的玛利亚》演耶稣时,就为了演耶稣差一点把自己饿死。 导演加斯戴维斯说,跟杰坤这样的演员一起工作,就像跟一个美丽的野生动物在一起, 你必须给他自由的空间,以便他可以自由翱翔。 在我心中,没有其他人可以扮演耶稣。 杰坤也是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,认识了女演员鲁尼玛拉,这是他现在的未婚妻。 当然,他也为角色增肥过,他为了在《你从未在死》中扮演一个患有PTSD症的联邦调查员特工, 遭受创伤后内分泌失调的状况,他增肥成了一个胖子。 导演林恩·拉姆赛给杰坤发过枪声的音频文件,让他体会一个PTSD患者是怎样的状况。 然后导演就告诉杰坤,你想怎么演就怎么演。 电影中有这样的一个场景,杰坤扮演的角色突然倒在地上,躺在即将厌弃的战士身边,为他唱歌。 整个场景完全是由杰坤即兴创作的。 这部电影获得了广泛的好评,并且为杰坤赢得了嘎那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。 杰坤塑造的角色永远让你期待,因为他不惜力,不惜成本,成为那个角色。 这一切早就被他自己的人生轨迹重复过千万遍了。 就如他们所说,杰坤菲尼克斯不必模仿谁,他只用选择成为谁。 好了,我们下期再见,请关注和转发。